最近罗杉矶高温 家里的中央空调坏了 这夏天还怎么过呀 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解决方案 咱们今天来店里拿一台移动的空调 这个客户的空调坏了 但是他家那边的店 所有的店都没有货 但是正好我这边的店里面有一台 所以赶紧给他拿了 现在拿回来了 我先拆开给他试试 如果好用的话 明天给他带过去 首先这个空调 它是要外接管子的 就是咱们常说的空调的排风管 就是排热风的往外排 这样屋内才能治冷 这个就是他带这个管子 这种移动空调不用接水管 除非你打开那个出湿的功能 这个管子它有两个接头 一个是这样方形的 是接到窗户上的 然后另外这个卡扣 就是把它卡到这个空调上面 如果这个空调里不带窗户挡板的话 就要额外的再去弄一个 但是这个是带了的 所以这个挡板 你是可以伸缩的 它能正好跟这个窗户的边缘 就是对齐 这样的话就把管子接上了 如果接的不延的话 还需要一个胶条去密封它 现在我就把它打开了 然后这种它是有20平米 30平米 40平米 就是不同的功率的 我这个是30平米的 这个的风力蛮大的 可以暂时解决问题 夏天的时候 家里可以备一个 棺业 就行 西安 感谢观看